Hi,又到最遠的時間,Amanda,今天有一個很有趣的嘉賓 對,就是我身邊的這位Felix,為什麼會請上來呢? 一來是很有趣,另外就是什麼呢? 可能在香港也聽過,女偵探社 即是行業很多,創業的人很多,但創過偵探社就真的很多 最重要的是女生,因為這個行業傳統都是男士比較多,是全女班 所以這麼特別的行業,又是偵探,所以我今天帶點酒來 還要再說多一點上美的行業,加上現在已經是夜深,所以是一個好事 先問一個問題,Philip不介意上鏡,暴露了你身份 有時都很擔心,而且有很多疑問,當然觀眾會傳過來的事件 如果我們看到的話就問一下,首先我也想問 始終我們平時很少說一些工作的事情 但今天當然想帶這個觀眾去八卦一下 我們的概念,很多人,譬如朋友說,今晚會請女偵探上來 第一個反應就是,是不是檢查離婚、捉奸比較多 可能大家看電視看得多 其實是沒有很多地方,而我們一般人沒有想過 其實是用一種偵探的崗位 當然你剛才說的,最熱滿 像Juice,即是逐間,這些是很普遍的 但其實隨著,我想這幾年發展,其實我們都有不同的方向去做 很多人都沒有想過,譬如現在好像我們最熱的 最熱的就是,你現在不是很流行的交友網 X式人,然後被人騙財騙式的 很多苦主就來找我們 尋人 對,去尋人,找一些罪證,或者找那個人出來 然後去搜集一些證據 可能你找到那個人出來,其實苦主不是一個 原來後面是一群女士受騙的 多數是女士? 多數都是 還有年齡層,通常現在都是較年輕的 即是有一個年輕化的趨勢 我聽到是熟女多,原來是年輕的? 現在是年輕 每個年齡都會受騙的 對,但是我們主要比較多 我想其實大概30歲左右 因為其實你都明白正常現象就是 現在我們所說的一件事 他們會覺得很緊張,我嫁不出 所以就透過交友網、Apps、上網 誰知道原來遇到的那些空心 空心老姑 或者是外籍的扮好 很專業的背景 但其實不知道是那些 他會穿得很漂亮 即是騙子就自古而有 職業的騙子 職業騙子自古也有 問題是網上開講 我們認為是一個老千 但網上有什麼方法 我都是一個基本的概念 普通人想想 你怎麼檢查 他的IP經常轉來轉去 或者你還看不到 你出到來都說可以促進它 但在電腦上你怎麼能促進它 所以其實我們這一行 很多時候都要用一下腦 即是要腦袋急轉彎 譬如 當然其實那個人給的資料 可能全部都是假的 這件事你會有他的相片 不多不少 相片都可以假的 相片你可能會和他一起合照 除非你整容 除非你整容 我真的沒得說 即是他會見過面 對 確定他會見過面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很多時候 這些人都吃過尋味 譬如他在這裏 最重要的是 最重要的是 所以我們反過來 就會靠一些線索 可能佈一個局 然後因為他欺騙我們的輔助 即是內內格宅 對 我們就找一個陷阱 令到他跌入我們的陷阱 讓我們拘捕他出來 對 如果不是你 真的找不到 真的找不到 所以其實這些我們都很多時候 要扮鬼扮馬 要放尼 對 要放尼 對 要放尼 可能有一些尼性女 其實很好玩 真實的部分 即是可以寫一些劇 就是可能問你們 拿一些資料 都知道整件事 還有 剛才說過 如果你這樣的案件 基本上他一定仍然有聯絡 如果他有些可能已經很久沒有聯絡 但那一刻才覺得很想回去 其實正常人 他們的心態 因為很少有人會隔了很久 你才想說 我被人騙 我現在才去找偵探 或者可能看到新聞 某些東西是可能揭發了出來 因為剛才說的下面是一串 有些可能不敢出聲 咦 原來我也有份 他們可能沒有了聯絡 那你怎樣去整個局 因為我聽你這樣說 我猜應該是故事 營運當中才揭發出來 當然 其實不一定 其實我也是這樣說 就算他們會有一些特定的聯絡方式 那些聯絡方式 比如這個電話 他就是負責這個人 那個電話 就是負責那個人 當然不會一個電話給幾個人 如果那個女生來找他 你叫了原來他是A 你叫了他是B 那就麻煩了 所以他們會有特定的聯絡方式 其實某些情況之下 你是不會一點線索都沒有 很少這樣的機會 但是當然你說 比如現在警方捉到的 可能現在是電騙 電話騙案 當然這些集團形式 難度一定會高 但是如果你說不是的 普通被人騙的數目 其實老實說 你的數目不大 其實警方都未必幫到你 私人恩怨 因為他會覺得 很多時候我借了錢 我就覺得是借錢給你 但是在某程度上 他會覺得你給我的 你自願給我 你有個數字 好像有人收稅 你有個數字 你自己給我 我沒有問過你借 所以變了其實 很多東西是口同鼻咬 變了如果是一個苦主 當然他有充分的證據 現在網絡很發達 例如上forum 然後找我有件這樣的事 現在我這樣 遇到這樣的壞人 然後整群人聲討 然後很多人買來 幫你搜尋一些東西 其實是要透過一些適當 現在我們要用一個社會需要 一個社會需要的東西 我們其實都會做這些事情 但是當然是合法地 不是說要刻意揭人私隱 但是如果我們真的要幫那些苦主 其實某程度上 真的需要一些適當的方法 這些案件 其實是近這幾年特別爆些 因為新聞都聽多 去到警察找得到 通常都很表面軟 在你那裡就是剛才所說 要深入的 但我覺得整件事很有趣 好像看電影一樣 你要想起局才是最有趣的 整件事 我想這個要根據不同的個案 不同的人 不同的性格 要摸那個人 又要什麼 他的心態是在於什麼角度去凡事 我們要揣測很多東西 所以不是說 要引他出來 要引他出來 你要適合那個類型 即是像是仇人 對 即是你要做到 那樣東西 就是我們好像角色扮演 要做到那樣東西 像層層人 才會跌入我們陷阱 那會不會你是需要 跟一些演員合作等等的事情 去找一些 要做到你的角色裡面的野人 做到我們 其實我們所有請的人 我們基本上都是in-house 即是我們同事本身也很厲害 即是我們同事 可能我們會 例如我們有些化妝技巧 橋妝技巧 餐桌禮儀 學很多東西 我們就可能外來請一些老師 專門培訓他一些不同的角色 要做什麼 或者譬如我們有時候 甚至做一些商業的案件 我們就要去放蛇 譬如要混入一間公司 譬如一個高層 他好像是販賣公司資料 偷了公司資料 然後把客人滑走 我們就要放利 假設你想想 那間公司本身是做finance 本身是做law的 對 所以我們又要學這些 這班同事 都要成為責任的資格 真的很寬闊 就等於你們這樣 你們要有急財 又要有口床 你一個show的時間很短 對 但你要入一間公司 或者要去 要做臥底 通常如果你真的進去 竹間這類 或者公司 時間多久 其實我們基本上 就對準目標 分析了 我們所謂的日常習慣 行為模式之後 其實我們很快 可能幾日間 做幾次事 很快 其實就OK 可能有些公司跟你說 好像我們的行業 他們跟你說 不是呀 很難做的 當時要加錢 要什麼 借口 就是想多些錢 正常的合理 但是我們覺得 如果我們真的做到商業的案件 一般來說 其實為期 如果你說真的派臥底進去做 至少要幾個月 因為你要信任 你要跟他 剛才你說的 要信任 你要跟他打關係 你要跟他周邊的人打關係 要知道他的 在辦公室的工作 或是不工作時候的模式 所以你要花很多時間 逐步逐步去做 就不是說 如果我埋你身了 不如給點料理 那是不行的 是不行的 剛才你說的 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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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麼時候是不能下班的 因為剛才你說 你逐間的時間 應該是下班才有空 但是公司 但要打好關係 很多時候要下班 那你的同事又很忙 又看他要上班 即是沒有間奉 對 然後又忘記了自己 要上班 忘記了自己 要上班 他有幾個月的時間 在我一家公司 其實我們會這樣去編排 對於不同的 例如做個人的案件 或者商業的案件 其實是分開不同的人去做的 因為始終技能是不同的 變成我們每一組人 可能後面有些背後的人 前面有些前線的人 去為其一個項目去做 所以你說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其實他們會很專注 如果我們一接 例如一些大單 你每天都是 你不用去我上班 你要去他上班 他上班後 下班後 又要做一些文書 紀錄所有的事情 如果他晚上半夜還要回來我那裏 即是他不用睡了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都要有一個信任 還有要有一個很好的溝通模式 聽說同事要有一個獨立的工作能力 因為你都放任了他 而且他很多事情力補不到 很高風險的一件事 你好像看電影 無間多 定時定期 他上個天台 然後就 或者去個公屋單位 插支箱 就讓我來 其實有點類似 但當然我們的危險性相對 就沒有那麼高 因為始終我們做的 很多時候 譬如做商業 都是商業 其實大部份的人 我當他是正當 除非他 假設他真的不是做正當生意 但在我們接一個工作之前 其實我們會探索所有的事情 所以我們要確保他們的安全 一百領犯罪就很少可暴力 對 最多是鬥用老 對 大家鬥用老 所以同事都一定要回想一下 老汁才可以多玩這個遊戲 對 所以很多人都有白頭髮 好像我這樣 所以我染了頭髮 當然 剛才說 這個應該是民政比較多 但有沒有真的試過是一些比較動作的 動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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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間道那類很危險的情況 有沒有試過 我想在我打工的時候試過 OK 打工的時候 他接一些 可能我們所說 一些有背景的人 左青龍有白褲 寫著的 對 很強悍的 我試過 老闆派我一個 這樣看得起 你 其實我當時 不會害怕 因為他在說十年前 我很年輕 他就說 你現在也很年輕 對 都可以的 但是 那時候 其實我記得印象 就是 他只是給了一張照片 那時候只有頭 那張照片 我就看不到他這些 認人照片 對 就看不到他紋身 就不知道他完全做什麼背景 就沒有顯示背景 對 他就給了一個地址 就說 你去吧 那時候我做年輕 一個豆釘 又沒有學識 又沒有滿師 他就扔我去 沒有訓練 就是我們 這一行很有趣的現象 以前我們入行 很多時候 就說 比如誰讀不成書 中山畢業 我們現在就是DSE 以前我們說中山 很多時候讀不成書 對 你兒子女兒讀不成書 不如跟我 是這樣的嗎 對 有點社團的感覺 對 就是這樣 以前我老闆也有這個 OK 說真的 OK 所以其實也是幾恐怖的一件事 所以你能理解到 為什麼他接的職業 都是接同這些職業 是不是他覺得叫你去很正常 對 都是那些人 所以他覺得沒事 就去吧 就是推我去死 然後我記得是被人發現的 對 然後很多 對 因為他派我一個 我記得這個職業 基本上就是我上班 不夠三天 不夠三人 新人 新人 不夠三人 但是他可能覺得我新豬肉 那推出去就一定會死 我看到你 又不阻青龍又白虎 就是正常人 這樣就走出去 然後 誰知道 當我跟著他的時候 原來後面的 你知道社團的人 有一群人 跟著 他們反跟蹤 跟著我 很厲害 然後 那時候 我就 在後面有人拍我 然後 你還在做什麼 沒事 還在裝傻 真的不懂得反應 其實很害怕 我心想 為何有一個這樣的人走出來 那是什麼人 跟著她說 沒事 你在做什麼 跟著已經說粗口 就已經X靠炒 問候我 然後就搶了我手 然後就說 你拍什麼 其實那些是DAC CAM 他們不專業 以前他們那些 所謂做偵探 就是拿著相機 傻瓜機 然後就在你前面拍兩張 那OK 搞定收貨 那就可以了 所以 其實以前 真的沒有一個專業可言 沒有什麼專業標準 沒有的 那時候 以前是否比較簡單 相對 其實又不是叫簡單 我想是 行業 始終我們這個行業 是比較 你可以叫比較 不是叫大陸的 所以政府 對於監管這件事 其實沒有標準 沒有標準 對 因為我也很坦白地說 其實做我們這行業 不用拿牌 你純粹拿個BR 這樣就可以營運 那自己是可以的 總之我開一間 叫ABC偵探公司 然後我可以拍到兩張照片 交差給你 那我就叫偵探 即使我被人揭穿了 那有些情況 我們真的試過 揭穿了 然後我過了那件事之後 即現在在我公司 有些客人被那些公司騙了 或者是他做了事情 被人發現了 令到人警覺性提高 但他又未拿到證據 所以他死心不惜 就要再找另一間公司 通常這些情況 其實是比較難處理的 因為你已經揭穿了 即是我們組織已經揭穿了 所以其實這行業 都有很多電視劇不會看到的東西 電視劇會看電視劇很想像的 電視劇也看不到 電視劇可能又有娛樂性 通常一定會做足夾 比較好看的 商業的那些 有桃色斗粉也比較好看的 沒有的可能就不太好看 但實際的情況 聽你說要用努力 你還要有很多知識 我相信這間的做法 當然沒有以前的 你都不會用同事三天 做這些事情 我相信會有些訓練 因為你有經驗 剛才說要找人來訓練 一些偵探 要進入角色掌握 一般其實如果要訓練 其實作為一個訓練 基本上他都可以看資質 但你說一般來說 其實都可能半年至一年或以上 都很長 都很長 因為他有些理論 技巧上的東西真的要懂 因為他有些理論 我們會有些理論 就像你考警察那樣 他都有書要讀 我們都是會發送去讀一些課程 或者各樣的東西 如果做得出色 甚至我們會發送去外國去進修 但當然就是因為他要邊做邊學 邊做邊學 還有可能要跟一些 senior的人 例如假設放蛇 因為我每天請他三天 你去扮情侶吧 上去做吧 其實是一定死定的 所以變成他們一定是 所謂我們就要跟師傅 就要這樣一路揣摩一路去做 還有一些技能一路要增值 你才可以做到我們認為達標的偵探 但剛才你說要達標 我想問這個行頭已經普遍地被提升 但只不過是你對自己要求高陰尖 所以這件事想做得好一點 我自己就覺得其實 怎麼說呢 我覺得第一一定是自己有要求 因為上糧不淨下糧歪 我很深信這個道理 但你說普遍以我所認知 我會覺得行家 我們的行家是很討厭我的 很討厭我的 因為就是我這麼公開 他講這麼多 就是踢爆我們的行業 這麼黑暗的事情 他自然就覺得沒得騙 不能用我講的方法 在電視上看過 你根本又跟我說什麼 這樣就死定了 所以基本上其實你說 他們是不是前進 其實因為以我所知 現在大部份的公司 很多都仍然是one man band 所以很多時候老闆是他 見客是他 掃垃圾是他 發電郵是他 偵探是他 很多時候變了 客人很有趣 他打過公司電話 永遠都是那個人聽 不會找到別人 但有時候他出去做事 就聽不到 或者我很忙 我現在就打給你 其實普遍來說 我不覺得普遍都變得專業了 但相反我會變得泛濫了 因為在街上也見多了 廣告 廣告 而且形式是高級了 特色了 就不是以前是一個 一棟墓 對 通姦證據 通姦證據 對 那些 你說過只是說一堆東西 但現在有些印象 或者整件事好像好些 但始終我們看到外面的東西 你們行裏面 正如魔術也有專門揭爆的 門面魔術師要說裡面的東西 但相對 其實反而這樣 會令整個行頭 會提升 因為他們覺得夠不夠用 一定要再想一些新的東西 但那些是娛樂 但你們有一個很不同的 要交付 要交付 我相信都牽涉到不同的重要事 不然也不需要你們去找 感情 或者一些生意 金錢等等的事情 甚至官司 都是大件事 譬如商業 其實很多時候會涉及兩個主要問題 一個問題就是錢的問題 譬如一間公司給一間公司 老闆或者騙錢 走路、空殼公司等等的事情 一些公司就是 譬如現在大家都知道 很多水貨、假貨 或者大陸我們俗稱是打架 即是這個定義 其實這些因為有機會涉及一些版權 或者一些我們叫做文字 因為搜集證據 就是幫他們文事訴訟 這些是有機會牽涉到官司的事情 所以其實做商業不外乎 都是為了這兩樣巨多 但你說個人的 很多時候都是感情 剛才除了說捉姦 其實現在就會多了 剛才我說的騙案 還有現在多了父母和子女之間的 父母和子女之間的 你想知道小朋友去哪裡玩 現在不是這樣 現在是很想知道他們有沒有援教吸毒 這些不是社工做的嗎 社工的角色會跟我們有些分別 因為始終社工不可以定論他有與我 但是當一個父母很懷疑的時候 而不知尋求什麼幫助的時候 首先他要知道真相 他要知道真相 然後怎樣去幫助他 因為有些人 可能現在小朋友 可能有些人會享受物質 有些人是缺乏愛 其實基於這兩個原因 都是這兩個原因 所以令到他們會走差踏錯 但是父母就會覺得 如果他沒有事 我就質問他 就會破壞 這套不是很合理的 師朋友有知識多了 所以他們就要迂迴曲折 而且沒有一個父母是想他們死的 我抓了他出來 送他進去 找警察抓他進去 他反毒 他刺毒他不會 所以他寧願知道之後 找一些軟性的技巧 或者軟性的方法 能否幫助他 所以其實 你說個人 很多時候我們都是著重關係 不一定是男女之間關係 父母和子女的關係 這些都會有 大陸的父母 情侶的 這些都會估計到 有沒有一些關係 我們想到他 估計不到 估計不到 有些是感情的 但是可能 原來 譬如偷食這樣說 譬如偷食 譬如女人偷食 就跟男人 男人就會跟女人 但我們有些情況是 男男和女女 這個真相 很誇張 很誇張 其實這些 我們可以說不是佔多數 但是是有這樣的狀況 而且是普遍了 我只可以說 他們的地位高了 覺得這件事 見得更多 可能容易找 因為以前的朋友 這些類型 收得很近 很難去找 現在就多了選擇 有多了網絡 才有多了網絡 才有多了機會去偷食 要不然 找都找不到 這些特定的地方 我聽說 好像男生的客人 原來他們是有些圈子 有特定的圈子 去某特定的場所 就會認識到一些特定的對象 外國簡直是有網絡 他們現在也有 現在也有 所以其實現在 你說感情 當然男女 男生都很普遍 但我想爆一點的就是這些 即是不同 你沒有預期過 可能她本身的老公 有一個老婆 如果老婆 如果懷疑她偷食 應該都是找男人 但誰知道她會去找女人 我過了一天時有聽過 但可能來到本地那種驚喜 可能真的很不同 因為文化 可能近幾年多了藝術 或自己出櫃 可能覺得這件事 比較光明 明朗一點 這個在你的行頭上 起碼大家都了解了一部份 父母查子女這次 去到父母要這樣查子女 我真的很想知道 那些子女有沒有時候會知道 其實我們做到所有的個案 到一個成功的個案 是不應該被人發現 你當然是專業 我會不會有父母自己 梁室發現 知道之後 其實我找人查過你的 不會 做好輔導工作 最極端的個案 因為找到我們 其實中的機率也很高 她懷疑 因為她有很多蛛絲馬跡 例如見到 可能在緩交 你經常有名牌 又多了化妝品 又有錢 又多了名牌包包 在那個情況下 其實她懷疑 已經是接近到 忍不住的地方 直到她找了真相 父母是兩種反應 一個是崩潰 是不出聲地崩潰 眼淚 兩旁 要不就呼天搶地 跪在地上 我真的試過有個客人是這樣的 但你做不到什麼 所以在那個情況下 連累不到現實 因為我們在後面 其實有團隊 都是做社工 或者做心理輔導 那方面 我們首先都會調教 他們的狀態 可能他們會問 怎麼辦怎麼辦 很慌張 但我們通常 輔導完一輪之後 我們都會檢視了 譬如父母之間 教育子女的方式 會不會不同了 相距太遠 令到她的小孩 無所適從 所以她尋求一些 溫暖 或者個人的事情 協調了父母之間 我們已經做了輔導功夫 我們甚至會派一些 我們真的叫做年輕的 可能剛才十幾二十歲 開頭的偵探 找方法跟他做朋友 做社工的那份 我們真的會去想 跟他做朋友 去了解 因為很多人 父母的眼中會覺得 你做這件事就是不對 我不管你是什麼原因 但其實 某程度上 小孩有時候想的事情 可能他背後的原因 真正知道了 是會令父母 覺得自己對不起小孩 因為我們試過有些個案 是我們做臥底 知道他最終為什麼會去 玩家吸毒 是因為他有一段記憶 他童年的回憶 一個女孩子 一個童年的回憶 看到爸爸媽媽 經常吵架 打架 以及很粗暴 或者很多價值觀都不相似 也曾經對他很差 所以他就覺得 我長大後 我要做一些事 去宣洩 或者去報復 令到自己心理平衡 當父母知道了這件事 其實他們是很內疚的 不會覺得 你一定不對 你這樣 其實 你找出真正原因 很多時候 就會解決到這件事 起碼有機會解決到 對 如果不是你 就永遠都覺得 子女和他的立場 就是對敵 很正常 你為什麼這麼頑皮 我現在沒有付錢給你 我付錢給你 你回去吸毒 你書又不讀 什麼什麼又不做 你想怎樣 父母當然覺得永遠是對敵 但是有些小孩比較內向 可能他就不出聲 不出聲 但令到他心理壓力更大 他越去偏激 越走這條路 所以為什麼我們經常都要 我經常都說 那張照片 我們找證據 那張照片是重要的 但是 背後的真相 背後的原因 令到有這個真相 才是最重要的 我一直聽 我覺得已經有一個影像的套戲 高難度 背後有一個原因 問題就是 你做Fact Finding 就是做這個level 你不只是影像相交課 就算了 我想你剛才聽你說 舊那批的做法 和新一輩的做法 當中裡面 我想對每一個細節 細節當中的專業 起碼又要喬妝 又要化妝 然後又要出來做Friend 有很多東西要處理 即是餓底餓到這個地步 即是很高難度 即是他們很專業地很徹底 而且你在同時精神訓練 現在我要跟小朋友 又要跟Friend 然後又在公司裡面 又辦得好 OL 然後轉很多工作 其實都很刺激 很過癮 所以涉獵到很多東西 我們那個範疇 是 那會不會是一些 例如做你公司的同事 都是一些習慣 喜歡寫一些新的東西 一些古靈精怪的人 有挑戰性的工作 需要有興趣才加入這個行業 我想其實 進來我們那裡 第一樣東西就是 他本身看淺業的東西 不是很大 但是很坦白 但是 很多人都這樣學 他們是會 不是的 其實我很多同事都很後生 會找到滿足狗 會找到另一種滿足狗 好像八九十後 以前他曾經 可能真的做過會計 即是做專業範疇 他有一份穩定的工作 但是 他會覺得 我坐在那裡 沒有人生意義 但是 真的 他來到他覺得 很有挑戰性 很多東西學 幫到人 雖然他們有時候 未必直接接觸客 但是那些客人 比如發訊息 發訊息 發訊息 這種肯定 還有成功感 滿足感 是很重要的 這樣才可以 請求他們繼續去做 我認為熱誠是很重要的 因為剛才你說了很多 可能是做了一份會計 但是那些人收完之後 好像自己一條咸魚 又沒有什麼反應 但在你的工作當中 基本上是刺激肯定的 但是 就算我淺眼 他說不看也好 基本上有 但我認為人生價值也重要 這個正正 至少他不用讓人檢查 他有拿到他的價值 而那件事其實 填補了錢的不足 我認為很重要的是 你做到一個所謂專業的career path 等於說 有些所謂其他的 可能單頭那些 為何不斷做呢 其實不是一個事業 可以這樣說 是一個 賺錢的渠道 賺錢 即是賺錢而已 我沒有說 但問題就是 如果你說真的做到一個所謂專業的 所謂生涯規劃 那麼複雜 如果做到一個較專業的行業 所謂晉升的階梯 學習的階梯 我覺得他們自己都有成就感 那件事應該是motivation 即是他會找到自己 他會找到自己的位置 原來我在這個社會裡 可以看到這麼多不同的事情 可能有時候會如意 有時候你個案子 始終會遇到困難 那又是不是 一定所有事情都相信你呢 那你有些事情遇到困難 總會有些挑戰的 你會逃避它 還是面對它 還是找方法解決它 那這些其實我們都在說 要一個人 除了熱誠之外 是他想法的價值觀 我覺得這件事是重要的 我覺得你已經幫了人教小朋友 教年輕人 因為很重要的元素 坦白說 他真的要很獨立 他又要很有passion 還要不斷學習 不斷面對挑戰 以及有些什麼危機 自己搞定 他又不會幫到你 但這些元素 我想對於很多年輕人來說 他想找回自己 或者肯定自己的價值 都頗完整 撇開一個行業 只要你的工作本身 是一個好的career plan 其實很多都是這種 滿足感的 成就感 人生裏面真的有目標 真的能做到 一些符合自己的價值觀的事情 所以為什麼 這個節目真的在說 老口老土都行出狀元 為什麼我們經常說 青年創意創業 其實很多路可以走的 但是可能你先前走的時候 其實沒有路 很多人馬上走 撞到你很緊張 有的衣服 我都出去 被人拍過頭包衝 你小子捉到你了 已經去到最極點了 三分之間很極了 真的捱到三天 已經很厲害了 問題是 從那個年代開始 到現在十年之後 其實不是很長時間 在整個行業來說 不是很長時間 你做了一個很不同的標準 我想這是最大的特徵 我都很欣賞它的原因 就是把一個大家黑暗的 神秘的 還是白虎的 還是擔住煙斗 對 其實是可以找到方法 追上時代 將它系統化 因為拿到ISO 真的不容易 另外就是把事情提升到 我相信 如果用舊式 我不肯定 但我估計 那些人帶公司等等 商業上的犯罪 未必會夠膽找 彈龍又百步 但現在的執法必求 會不會找你幫忙 還是這樣 其實 他們 應該這樣說 他們直接找我們的機率 是少的 當然會有零星 例如他們裏面 其中一個架構 某一個人 可能他有些事情需要我們幫忙 提供的 我們當然會配合 但是你說 大部份來說 其實都是 比如企業 企業先找我們搜集證據 因為你都知道 政府的資源是有限的 它沒有可能你舉報 每一宗案件 我都受理 政府那邊就沒有空 所以變成他們就會直接找我們 比如很簡單一個例子 以前我們俗稱還有一些老番 還有DVD那一年代 他們很多時候就是要我們找到 不只是零售那個問題 零售外面賣出去的那個 只不過是門面的東西 他們要我們找到一個源頭 要找一個倉 你聽到 譬如整天新聞報道 海關接獲線報 通常那些線報是怎樣來的呢 我我我我我我我 就是我們可能 這是一個共生關係 很有趣 大家在覆蓋不同的範疇 但是互相協助 至少是市民不需要擔心 執法機構幫不到 有時候幫不到 不是他們的錯 但是這個共生關係是很重要的 我想很不同的地方 我想在你們那邊 你們的passion大些 還有限制相對少些 我估計 因為始終我們警察的體系上 他有很多的程序 兩體的原因就是 如果你是執法機構的話 你後台硬 沒有人保理 我們所以不執法 你明白 我們不保理 這個危險性 例如剛才說 你要扮朋友 要跟他 這樣的關係 可能又未必可以 我們警方做得這麼細 因為執法機構很難做 所以為什麼社工的東西 都踩到各界 很明顯 所以其實就是 新的這個形式 已經去到 原來可以做得這麼專業 但很過癮 我忽發其掌 不好意思 忽發其掌 那現在讀社工 那就是多個出路 那應該都不行 其實是想考慮的 你有輔導的部分 你要想我們 我們查案 其實很多時候 都是講心理戰 所以其實我們 在我們工作 當然 例如有什麼職業 曾經做過 是一個advante 例如做過狗仔隊 類似的 要跟蹤 又要有耐性 很多事情 比如可能 他本身 可能他對法律 有一點知識 好像你說做過會計 對 即是一些專業的範疇 所以你說 比如社工 他來到 當然不是只做輔導的角色 而是我們 最重點 或者最擅長的方法 就是 不是社工坐在那裏輔導你 而是我要用社工那套思維 那套理念 轉得出來 轉得出來 而apply 去行動的人生點 去做出來 所以其實這件事 是涉及了一個心理 所以變成他的advante 當然他坐在那裏做一個社工 當然可以 但是如果你說 他真的有一個 passion 想去行動 將自己那套理念去實踐 其實這件事也是有幫助 為什麼剛才我說 你說完之後 我有一點點這樣 因為我有一部份認識的社工 他們都很想到某一邊 因為聽你這樣說 譬如要做偵探 其實要多寬闊 彈性要很大 接受能力要很強 今天就是這個處理援交的friend 明天就是這個大公司 這個商業罪案裏面的OL 那種思維彈性 某程度上 都要多寬闊 只不過可能 我個人地 可能有些朋友 他們做那部份 他們可能比較偏向某些類型 比較多些 他們的心理輔導可以 但是商業的東西 可能他們都會偏向那部份 所以我才覺得 他們可能會偏向某些 做偵探 那就是 不停地爬爆 那有什麼角色 你們扮演不了 這個好問題 有嗎 有嗎 有的 有的 如果你叫我們女同事 去Sonna 怎麼扮都扮不了 這是很簡單的例子 有女Sonna 不是男Sonna 因為我們會這樣的 我們出去工作 正常是三至五個人 所以男生 其實我們都會關顧到 女生的安全 所以我們總會有 一兩個猛男 在後面照顧著這些女士 當然需要用到她的時候 他們都會出動 是 Sonna 去 入Club 去 都要去 好 這個 是正常 Sonna 我都打算反過來 是女生進去做臥底 你好像很想 我都打算 你怎麼扮演 你找兒子進去 你找兒子進去 那怎麼辦 我的觀念就是 粉言整態應該很寬闊 其實所有事情應該八搭 因為你真的不知道 什麼時候接什麼工作 今天可能學生不會錄那些 我老是裝 但你都會選擇工作 有些工作你真的不接 通常有什麼情況 第一是犯法 我們不會做 你踩界社團 如果涉及了一些敏感人士 我們一般都未必 先保障自己 不只是保障我們自己 因為有很多時候 如果你遇到一些狀況 是不確定的 有很多不確定的因素 只是因為那個變化太大 你會令到很多事情 你未必預期掌握自己受眾 所以沒有把握的事情 其實我們不想浪費 也不只是錢 那客人找到我們 都要花時間 時間就是錢 反過來 因為破案是講黃金時間 如果我有些事情是不確定 或者實在很難掌握 我寧願老實跟他說 如果他說 OK 我等到的 或者我願意的 我會分析給他 他覺得OK 照高 如果不是 我不會跟他說 什麼都跟他說 給錢 可以 什麼都可以 給錢 就可以了 那我們就不做 這個做法 這個專業一點 這個專業一點 即是舊的類別 新的類別 真的換來分析 等等試試的事情 我想相對地很重要的 就是你走得遠一點 因為我想你這樣形式去做 起碼有些大的公司 信任程度高一點 以及你是真真正正的 有東西享受 還有我相信你的同事 是會師徒 學徒認識 你後面那班人幫忙 也不應該穩陣一點 整個公司架構 可以這樣說 所以不會是一所費 或者三天 可能裏面 因為有些公司 以我所知 會接了一件工作 例如我10萬 他就說 我接了10萬 我判給一家一家一所費 還要付 然後我給你兩萬 總之 其實她還沒拿到賞了 給我交差 我就代8萬 也這麼順利一點 客人是不知道的 以我所知 現在所謂老一派 舊式一些名氣的公司 我都知道他們會有做這些事 我都知道別人不喜歡你 我沒有說過名字 我都沒有說過名字 我很含蓄的 我又不是喝得太多 如果不就喝多一點 我把名字都罵了 很明顯是網上公司的 應該是排名的 說實話是你好的地方 亦都令到這件事是尊重多了 但那是辛苦的 因為的確你要離開一個很傳統的模式 已經這麼多年以來 即職集也好 即職位軍也好 你去做一個新人 即是你離開了 rule的時候 都會面對很多壓力 最終是全女班 當然我想全女班 亦都令到他獨特在這個行頭裏面 除了爆了很多東西之外 亦都是他們做的手法 這幫女生亦都令到市場容易記得 即是一說的話 都只有那個 全女班 其他名字可能會比較多 但剛才你說的時候 因為我自己想追問 剛才你說舊一批給照片搞定 但實際上 客人應該不是只要照片 一般來說 可能他們會要些什麼 或是怎樣才會滿意的事 即是照片好像很隨便的 其實每一宗案件 當然都會不同 但其實 反過來一個心態 假設你塗東西 你有沒有說 塗多了你虧了 不會 我現在想塗多一點 一張照片是不滿意的 正常的 所以這個心態是正常的 但在他們的立場 譬如他們想我做A的目標 那我就做 多少錢做 只做A 你要我做B 其實可能是A的過程 已經找到B的東西 加碼 我之後做同一件事 不過兩樣不同的資料 那你就再給我錢 如果你再想C的東西 那我在A做完 或者B做完 在C再拿A和B再加上去 一直這樣做 但我們去做事就是 會分析了那個情況 可行性 例如在一個 假設逐間 很多人 現在一張照片 是舒緩不到他的 他會想 譬如他想知道 譬如對方 他有沒有男女朋友的 有沒有老公子女的 他住在哪裡 他在哪裡上班的 嘩 很多東西想知道 這個內容我覺得很合理 這個是很合理 因為在他們的心態 他們會覺得 其實是知己知彼 當你知道 我們俗稱叫狐狸晶 他們知道這個角色的情況的時候 他們就會覺得 很多客人會問我 那個人是不是很英俊的 很英俊的 不是啊 還不震撼 所以他說 蛤 那你幫我分析一下 為什麼他會選他都不選我 但是這個分析其實是想知道的 其實有很多東西我們會覺得 有些東西是需要知道 有些東西是想知道 有些東西是想知道 但是有些東西你想知道 而令到你會落到一個決定給自己 其實這件事是幫助他的 其實很多時候你沒有證據 你不死心 但是當你有比喻的時候 又知道真相 又去比喻到那件事 覺得有得慢 沒得慢 自己心中有數 或者值不值得慢 你會去想的 所以你會有一個比較清晰的路向 知道自己會繼續下去 還是我要分析呢 如果分析 有結婚和沒有結婚 又是有些程序 對 因為你可能有小朋友和沒有小朋友 你的決定又不同 所以其實對於他們來說 有很多時候 以前的人就會覺得 找偵探一定是分身家的 其實不是的 我告訴你 很多人找我們 第一 他是不想分身的 他是想知道真相 看看有沒有能夠慢 或者怎樣去慢 但當如果不行 要攤牌 為什麼我剛才說 他想知道對方有沒有家室 有沒有住哪裏 或者在哪裏上班 是因為他了解到對方之後 他會覺得找一些方法 可能找一個談判 當然不是做犯法的人 叫他淋紅油 趕去說 你為什麼要做小三 不是談判 他會找一個方法 去尋求一個解決的方法 所以其實某程度上 知道多些對他們來說是好的 無論在一個實質的需要 或者在心理上的需要 其實都是這樣去幫他 所以我們 比如一個行動 我們會跟他說 這個行動 這個period 總之我都是用這個資源 我期望在這個步驟 我會做到什麼 做到所有的事 我們全部都給你 一個價錢 就不會全部跟你說 現在這樣加這樣 然後這樣又這樣 我們不做這些 傳統的銷售方法 但我聽你這樣說 會不會是一般 現在的Client 都比以前可能是成熟了 或者是理性一點 因為聽你這樣說 他可能是找一些東西回來 而是可能令事情不要散 但是以前聽下去 通常都是找證據 弄散你 會不會都是因為社會進步了 人那種的複雜度 又或者要求已經不同了 其實又未必是因為社會的關係 我相信其實 我的比喻就是說 很多人以前的概念 就覺得竹間就是分身家 很多人因為覺得偵探 以前是遙不可及的東西 沒有現在那麼普遍 現在不用的嘛 分身家很容易的 對 很清楚這件事 所以不用擔心 所有的東西其實現在是 少得很大的 motivation 反而沒有以前那種 那麼極限的情況出現 現在相反是普遍了 但是 因為現在來到這個層階 是普遍了的時候 因為很簡單 你上去forum看 每一天都有幾百個post 說男女朋友 說老公老婆出軌 其實這個社會風氣 是導致很多人會接受 不覺得很遙不可及 很嚴重 而是他們會被教育到 他們會知道 找一個方法去證實 或者去解決自己的心結 令到他自己可以 我相信這個positive很多 會 就是想著解決問題 剛才說得像心理專家 那樣 就是搞定那些事情 檢查完之後 還要幫你分析對方 怎樣 又不漂亮的 為什麼 已經的範疇 會不會比以前的崗位 要再寬闊很多 那一定會 對 真的很多人都害怕 都覺得 混合社工的 混合社工的 有時候風水師經常說 看照片 其實不是的 只是心理輔導 有少許找你檢查完 聽到的個案 是純粹令到自己安心 但這個寫得很差 是真的 只不過以前可能是 放棄交課 那些人沒有可能 因為他們不知道 其實因為他們 他們不知道 原來可以知道這麼多事情 是的 因為那個概念 都是覺得 在電視看出來的 在電視看出來的 就拍兩張照 你電視鏡頭 都是這樣說的 所以他們被教育 正常接收了這個信息 當然你以前那輩子 還在拍照 或者是 看電視 原來看電視 教育偵探 但實際上 其實香港這套 或者你做這個方法 會不會是外國人做 你參考了其他 而變成你現在這套系統 我想外國 外國他們主要的 因為我們都是一些 世界偵探組織的 Members 但是我想他們主力是 Focus 因為始終他們跟我們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就是他們地方太大了 例如美國 他們就很零零碎碎 例如加拿大 有很多不同的鎮 不同的縣 所以他們 我想他們是比較Focus 做一些偵查的事情 我們會覺得 但是你說這套概念 其實apply下去 老實說 真的不是最賺錢的 所以我們這套概念 相反 當然現在也很多人 copy and paste 但是 不是每個人可以生存得到 我只可以這樣說 因為你要想一件事 你人力 人力這方面 不是只要請一個人回來 你要給這麼多的 information 要訓練 傳來讀書 這樣那樣 這樣一個 course 另外我們去做事 一隊人 不是一個人 一個人的 course 跟四、五個人的 course 不同 再者 你要想一下 他還要認識社工 還要做臥底 是啊 這個高難度 漂亮 其實你 怎樣會是 一定不是最賺錢的事情 所以相對來說 其實我為什麼會有這個概念 是因為我覺得社會責任 但是 我會堅持 但是你說其他人 對他們來說 這個就是gimmick 對顧客來說 就不是gimmick 你真的收到貨 對顧客來說 他可以所有的outsource 比如社工 他可以outsource去做 例如說 我給你一張卡片 你自己上去找他 調籠方便些 大家都喜歡方便些 對他們來說 是有了gimmick 但是他們的course 是不會大了 因為他所有的東西 是有先給你 好像律師一樣 有先給你 有先給你 跟你in house去做 其實是兩個世界的事情 所以你說完全我的模式 去被人copycat 其實 吸到一個框 吸不到水 我覺得是最大的 即是營運起來 完全是一回事 不容易 你只是心理輔導去哪裡 或者你怎樣處理 你一定要跟著這件案件去做 因為你不知道中間的過程 發生什麼事 一些細微的位置 你是觸碰不到那個關鍵 最難抄 所以你說純粹 找個社工跟他談 現在真的有吸毒 有援教 你輔導一下他 其實到處都做得到 即使這不是偵探要做的事 輔導 連起來做 還有有人完全不可能 去copy到那種passion 你一定要堅持 你有些時候 有些時候 下班了 有些時候可能會離開 但某程度上 當你那件事 你很喜歡 或者很想做好的話 你做出來的效果 一定跟其他不同 為什麼這麼懶得抄 因為他都不打算再發生新的東西 當他有自己新的東西 他不需要抄理 他一定有自己的東西 我想這可能是最大的分別 當然除了在市場上 有一些舊一批 但會不會有些像你那樣 都在這個偵探部分 都發展了 有另外一套東西出來 在市場上跟你有競爭 我想大家都是做大家各自的事 主要都是這樣 只不過大家在所謂我們叫marketing的方向 會有一個很大的分別 比如你在街上可能見到很多Billboard 硬性 或者在YouTube拍片 或者在電視播一個廣告 基本上都是那些才知道 但是我們所做的就是 是真的發自內心 還有希望用長時間 去建立一個健康的形象 所以我們其實 我想很多人 不會見到我們在街上買廣告 當然你說網上 正常渠道 當然不會找到 但很多時候其實我們的客 比如看了電視 看了報紙 看了雜誌 認識到我們 可能他那一刻未必需要 但是我試過有一個客人很搞笑 我們做過一篇訪問 應該都是兩年前的了 有一天他上來我們公司 walk in 他拿著那份報紙 我想問這個人 兩年前 他拿著那份報紙 兩年年年不忘 他維持著兩年 剪得很齊整 他說你們的老闆是不是這個 哇 當一刻你會想到 哇 真的還知道 這件事 你可以說是很感動的 因為 我不知道怎樣形容 但你會覺得 當別人需要你幫忙的時候 他第一個就想起你了 他會想起你了 開心是不得了的 所以很多時候 其實我們是做軟性的事多些 所以你說我們會不會 跟他們有正面衝突 其實我暫時不會覺得有 因為大家的客路不同 方法不同 或者就算我們做事的網絡都不同 我們不會有衝突 我現在都不會說 我不會說哪家好或者不好 當然客人問我 我當然會給點提示 但我都經常跟他們說 不要緊的 最重要是你覺得舒服 你覺得是幫到你 要不然其實 我說什麼都沒有用的 你自己去判斷 我覺得這樣 那變成你要摸清楚 顧客需求的轉變 很多市場要摸的 是啊 也會的 所以我們很多事情 其實我們都除之以 即可能未來會有些新發展 或者做其他的 即入到club 只是擔心男士 不用擔心男士 這是很重要的 這個很重要的 剛才說 即將來的時間 你們都會有些新的發展 會不會是可能令到這個行頭 大家都被受尊重 還是可能發展一些新科技 等等的事情 是啊 現在經常說大數據 是啊 其實我們 當然 其實我們 期望 就是 多一點的地方 有我們的公司 這是第一 因為工作方便一點 還有 會開拓一些新的市場 嗯 新市場 是的 即是 未必是 地區的市場 還是 服務 服務的層面 服務了什麼 生意的奧法 對 其實 因為這件事 是要因應社會的需要 而去改變 所以我們也很著重教育 所以經常去學校講討論 我都會想專注做多一些 除了行業的提升 剛才你說的科技 我們也有一團隊 是專門研發儀器的 嗯 我們其實已經在做這件事 所以你說對比起鴨寮街 儀器 當然 其實就是 那些叫BB級 但我們真的自己去研發 很多時候在外國 引入一些零件 可能我也跟你說 這個拖板 他就是一個拖板 他事實也是一個拖板 但他也是一個偷聽器 哈哈哈哈 可以兼任偷聽器 周星馳 哈哈哈哈 這個風筒 其實是更多 哈哈哈哈 好正啊 我不得了 會有一個 我覺得 終於是真實版 終於來了 周星馳的東西 原來是現場 你當然是有的 問題是涉聽 現在那個攝錄的功能又大了 又有攝影機 又高清 慢了烏鷹飛過 可能他跟他眼鏡這樣看 其實是有東西了 這個已經是很巧了 現在是那些烏鷹飛過 他可以拍到你 是那些很小的微型 所以其實我這樣想 各方面我們都會持續希望去進步 我的概念都是想投放多些資源 去幫到更加多的人 不是說他有錢 我才接他 他沒有錢 我就不理他 一般是這樣的想法 但是我希望是憑著良心 如果那個人很有錢 老實說 但是他告訴我 他要去拆散別人投家 因為市面上我們所說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 有一個叫第四者服務 蛤? 哈哈哈哈 第四者服務就是 對付第三者 對,對付第三者 怎樣啊 醫毒公毒 但是我告訴你 這個概念我是否定的 為什麼 因為我會跟你說一件事 其實很簡單 第四者可以置到第三者 那是不是第五者可以置到第四者 不和室上行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其實不是 因為一個人 當他這樣做的時候 其實他沒有這個 他絕大部份 是一個心理的 他其實會傾向 會再找其他 所以你即使拆散了 小三和他 不代表沒有小四、小五 原因之然存在 因為無法解決問題 所以其實 那你提供第五者服務 所以這樣說 他們提供這些服務的公司 某程度上 可以賺到很多錢 不停回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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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也有 台灣也有 這個不是新鮮事物 香港嘛 你以為是內地的 我覺得很正常 但是香港啊 不好意思 真的 我可以選比較簡單 怎樣啊 第四者 我都說是一首歌 我想是受那首歌的啟發 但是這個完全是 你剛才說過 你要做一個角色 或者做一個局 但是這個局 真的有點違背了一些倫理 或者是一些關係上 因為他本身第三、四件不合 你不是解決問題 明白嗎 你滿足了顧客 所以他用心理輔導 有些可能是用第四者去拆 因為他會覺得 有些人會覺得 充分了頭腦 他會覺得 還要什麼 報到仇 總之我要拆散你 我得不到你 他也不會得到你的 但是你暴力或者仇恨 你只要換來更多暴力和仇恨 相對 如果每一個人都會這樣想 就不會有這些公司出現 我都明白 記住 賣軍火是好生意 我懂的 總有人不喜歡賣軍火 但是賣軍火是好生意 所以我們明明在職場做事 沒辦法大事 好 這兩多 謝謝 多謝Manda 非常精彩的嘉賓 謝謝各位 拜拜